日本大阪一家拉麵店的著名金龍雕像招牌 因為侵犯旁邊的土地業權 遭到法院裁定要撤了雕像條尾 而時間一個多月 屯美終於找到重生的地方 又林忠義說說 大阪道頓掘很多餐廳 都有巨型立體招牌吸引顧客 民眾就算沒有光顧 都會拍照打卡留念 這家拉麵店的金龍雕像 撤除美巴手術那幾月之後 終於在同一條街重生 附近龐蟹餐廳為了活化地區 提出和拉麵店合作 巨型蟹乾招牌會夾著龍尾 直到10月10日為止 旁邊掛了布幕 為金龍先生加油打氣 非常大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但我沒有吃蟹蟹 龐蟹餐廳社長出身自石川縣七尾市 他說早前能登半島地震震災籌款 受到拉麵店和商臉街人士等協助 希望可以做些事報答他們 在廣東森商店街上 能夠活性化 以及更加發展 可以貢獻 可以貢獻 我希望 撤除美巴手術後 留下龍之淚 現在換上喜極而入的表情 NOW TV記者臨中二報導 我好你好 我好你好 不愧 劉雛